小伙伴们 你们快看 我居然在躺平发育地图边界 发现了一个大门 这里面难道还有隐藏的空间 你们听我说啊 这是一位小粉丝告诉我说 他玩的躺平发育地图里面有一个隐藏空间 沿着道路一直走 就会发现惊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这未必走的也太久了吧 倒计时都结束了 联盟者都出来了 我还没找到什么所谓的惊喜 慧哥 咱俩的对话 你肯定也录下来放视频里了 这么个小伙伴看着 我不会骗你的 好吧好吧 搞得这么神秘 把我的好奇心拿捏得死死的 我天兄弟们 这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钻石矿 还有特殊道具 这里难道就是躺平发育 真正的隐藏房间 兄弟们 这这彻彻底底的颠覆了 我对躺平的认知 太厉害了吧 你们遇见过这种情况没 可以在评论区发语音留言哦 等会儿 激动了半天 差点忘了一件事 小伙伴们 这期视频 还不准备点个赞吗 小小辉哥多不容易 躺平发育的隐藏房间版本 都找到了 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快抓紧动动你们的小手 长按点赞 咱们只要点赞超一万 下期咱继续探索 全新隐藏玩法 行不行 在这个隐藏空间里面 共有两个房间 隔壁是由钻石矿 组成的大爱心 那我肯定是要选钱多的 有了钱咱花起来 也不用那么拘谨了 先造一个顶级游戏机 然后把大床 大门 全都升到满级 你们说说 上百个每秒产生 一亿金币的钻石矿 加上无限金币玩法 他列梦者就是把头撞破 他也赢不了 我说辉哥 你这也太赖皮了 小伙伴们快给我评评理呀 哎哼 列梦者是挖卡兄弟呀 我说兄弟 你这可不要怪我 要评理 你得找这个版本的作者呀 不讲道理的呀 找我看呀 挖卡是准备把所有队友 全都淘汰 才赶过来找我 正好也能提升一下 他自己的等级 你瞧这小子 应该是凉了 别打了别打了 我没血了 行行行 哎 什么意思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这么好说话的 列梦者 说不打就不打呀 辉哥 你不懂 这叫做合理养猪 让大门回回血 我还能多挠点经验 什么意思呀 来了来了 挖卡终于来找我了 我去辉哥 你这也太离谱了 走半天都看不到头 别大惊小怪的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呢 哎 你这什么意思 这啥呀 这是 怎么 是不是傻眼了 满机大门 加上数不尽的钻石矿 我劝你呀 还是想想 怎么挠破大门吧 我怎么离谱啊 哎 你这搞得 我还不好意思打你了 不过 以我对魔改版本的了解 应该又是 只有满机炮台 才有伤害 回家 我不陪你玩了 你自己慢慢享受吧 哎呀兄弟 别走啊 完了 估计是看见我升机炮台 给吓跑了 这炮台虽说攻击距离很长 但是 这地图 它就完全覆盖不了了 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哥们 你快抓紧去死啊 咱就是说 你也打不死他 这不浪费时间嘛 什么 我真是服了兄弟们 他俩还叫上劲了 你们俩谁也打不死谁 给他玩小孩过家家呢 咱们再来拆几个钻石矿 然后造一些次满机的炮台 等到挖卡快来的时候 再升到满机 这么长的走廊 等他残血的时候 想回到不屑点 那根本就不可能 好家伙 我真是喝了一百度的二锅头 醉了啊 你们还真没完没了了 从六级门打到满级门 你俩是言吃多了 咸的吧 我来了兄弟 哎呦我去 挖卡总算是放弃他 过来找我了 来吧 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 联盟者在疯狂掉血 估计连门都碰不到 就要回去补血了吧 你这什么东西啊 果然他刚到大门口 就要马上回去 但是这么长的走廊 你可是有去无回呀 威哥 你也太坏了 哪有 我只是利用了一下游戏的规则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隐藏房间 确实挺离谱的 不管来了多厉害的联盟者 都没办法获胜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伙伴们不要忘了 长按点赞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